已故的台湾国宝籍画家陈慧坤是台湾少数同时擅长油画、水墨画还有胶材画的画家 台湾瓷器品牌将他在1972年创作的《玉山第一峰》和1973年的《富士山》两个作品转换到瓷器上 而且赠送给日本靖岗县政府 祝贺富士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 最近这个作品在日本公开展出《异想世界》专程出国去拍摄 连日本人都非常赞叹 精致的双连瓷品一面是富士山另一面是群峰延绵的玉山 这是以国宝籍画家陈慧坤的画作为创作灵感的瓷品 陈慧坤假如还活着也一百多岁了 透过陈慧坤艺术家的手他手画出来 好像可以看到灵魂一样 出生台中的国宝计画家陈慧坤 他曾经留学东京美术学校 1972年先后两年完成了富士山以及玉山第一峰两幅作品 他融合东方的山水墨画以及西方风景画的风格 开创台湾美术多元的风貌 当年他年轻的时候留学日本 那我觉得他看了富士山跟我们一般人看富士山又不一样 第二年他回到台湾 他看玉山 哇 那个又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当我在看他的画作的时候 我发现这两个作品其实很可以结合在一起 结合两幅作品的灯峰造极瓷器 现在赠送给日本静岗县政府 诸和富士山北联合国教课文组织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 日本官员就说从侧面来看瓷器 更能凸显立体雕塑的手工 这次将平面的画作延伸到立体平身 设计总监李光玉说难度不小 我们先用浮雕的方式 但是我们还会顺着平行的方式走 所以这是我们比画布还有优势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建立的基础之上就不是完全平的 所以他从不同角度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他的山是出来的 二月在日本东京首次举办限量的经典瓷品展 吸引许多日本民众 现场除了有陈惠坤描绘两地山峰的瓷器作品 其中还包括1950年他的画作 以装子和绘子豪上关于为主题的瓷品 在水影的表现上 它其实是有交叉的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一道 然后这边有一个一道 像不像那个水的那个波纹 那个涟漪它交叉的过程 那在交叉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处理 用优游社去处理 那把它的深浅带出来 如果你们感到水在流动的话 表示这件作品就很成功 有别于欧美的瓷器 台湾品牌结合东方艺术经典 像是这三款瓷品 以北京故宫黄殿前的九龙壁为主题 创作九桥栩栩如深的立体翔龙 还有以清朝郎侍宁的八卷图 为主题的瓷品 用色彩艳丽的右下彩 再现东方情怀 巡回各地展出 台湾品牌转换艺术作品 赋予瓷品全新风貌 继续发扬光大